西门町商圈金船枪棋双吃命案地点在俄眉停车场 目前的最新状况如何呢 我们要立刻连线请陈如群 带我们来关心如群 是的主播现在记者所在位置 就在台北市西门町的俄眉停车场里面 那现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 发生了一件重大的枪棋命案 有两名年轻男子城市在黑色轿车的后座里面 那警方现在已经赶来调查 现在就来我们听听他们稍早的说明 中部的人到台北来 那我们现在有初步掌握那个狮子的身份 那凶险我们掌握了特定的对象 那目前我们在追击当中 那就在下午2点50分的时候呢 停车场管理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 俄眉停车场的六楼有两名男子全身嗜血 沉湿在一辆黑色的camory里面 警方获报赶到现场 发现这辆黑色轿车外观没有损伤 两名男子沉湿在后座 而且年龄都不到30岁 两人身上淡痕累累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那警方在现场拉起封锁线以后呢 见识人员赶来发现 目前还没有发现凶枪 那这一场震惊社会的枪击案件呢 连礼拜五就要退休的台北市警察局局长黄生酉 也亲自到场来坐镇监督 那这就是现场的情形 现在交还给棚内主播